明後天如果停班停課 對外送員而言釋放 無薪假心情無奈 所以不少外送員 趁今天風雨還不大 多接一點單子賺薪水 外送鈴聲響個不停 每張訂單都是樂樂等 把握颱風前夕 民眾先用手機 訂購需要的物品 下雨的話像超市啊 或者是那種全年 大賣場都比較多大 外送員也做好準備 幫手機穿上小雨衣 能多接一單是一單 因為要是康瑞影響 週四放颱風假 對外送員來說 是多放一天無薪假 拼他一早停的話 就沒有拉上線 你們會覺得有點無奈嗎 今年好像蠻多次 對啦 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颱風嘛 要是外送 真沒法送 民眾還是只能到大賣場 自己囤菜囤糧 30號一走 內湖的賣場員工 也已經全員出動 滿地二三十個籃子 各式生菜類以及生鮮蔬果 備貨量幾乎都是平日的兩倍 堆到跟人一樣高的泡麵牆 也是加緊擺滿貨架 賣場備戰康瑞 泡麵罐頭 冷凍水餃 備貨量都比平日再多兩成 都有啦 肉類啦蔬菜啦 還有一些小朋友要用的零食啦 其實這種時候大概就準備一鍋 一火鍋吃個兩天這樣 還好目前超市菜價一切平穩 加勒服設立抗漲平價專區 全聯逆勢推肉片降價優惠 超商像是7-11有外送優惠 要讓民眾安心做好房台準備 記者綜合報導